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他喜欢了许久的白月光 自从他高考后出国 俩人已经好多年没有再见过面了 没想到眼下竟然会在这里碰上 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真小 也真巧 回了神 他弯了弯眉眼 一如既往笑得目光练艳 与他打招呼道 嗨 好久不见 蒋成熙没有接话 探究的目光一直停留在 像个大型挂件一般挂在他身上的沈亭兰那里 虽然他看不清那人的脸 但心中隐约有了猜测 只不过是想等温云桥亲口告诉他答案罢了 不过 温云桥这会儿没空跟他解释 也不想跟他解释 于是假装看不到他的探究眼神 插开话题道 看什么呢 赶紧过来帮帮搭把手啊 说吧 也不管蒋成熙愿不愿意 他就直接把沈亭兰给他扔过去 自己摸出房卡去开门 蒋成熙心里虽然存了疑问 但还是好心地扶着沈亭兰跟着他进了房间 直到把罪鬼放到床上安置好之后 他才再次就话重提 他是沈亭兰 这是我的未婚夫给了回答 温云桥是诗然地坐在沙发上 饶有兴趣地盯着眼前人的反应 可惜的是 他并没有从蒋成熙脸上看到他想要的表情 只见他沉默了几秒 然后忽然开口道 恭喜 温云桥眼底的笑意戛然而止 原本是打算拿这话气一气他的 却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后生气的人反倒成了自己 为了搬回一局 他直接下了逐客令 你还不走 难不成是想要留下来 围观我和我未婚夫睡觉 虽然了解他的脾性 也早就领教过他的骚话功夫 但眼下听到这么赤裸的虎狼之词 蒋成熙还是不由自主地红了脸 其实温云桥订婚的事情 他早就已经知道了 毕竟南城省市的太子爷 和温家的千金联姻 这么一段艳羡旁人的佳话 影响力可不用小觑 就算远在国外 也免不了有几个大喇叭 给他实时汇报情况 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这才回国第一天 就能碰见他和未婚夫开房 这缘分真的见鬼了 看到蒋成熙张红了脸不说话 温云桥有些拿捏不准 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便斟酌着又问了一次 你该不会真的想看吧 他本就是成衣时口舌之快 这会儿要是蒋成熙不给他台阶下 那他今晚可就得耗在这里了 简直造孽 两人大眼瞪小眼看了半赏 幸好最后还是蒋成熙先拜下阵来 我今天刚回国 就住在你们对门 如果有什么事 可以随时过来找我 温云桥顿时松了一口气 在房间里待了差不多二十分钟 确定沈亭兰那货没有什么大碍 温云桥便打算回农场一趟 可一打开门 却发现蒋成熙那家伙竟然站在门口 你怎么还在这 见他出来 他放心地笑了笑 解释道 我刚才忘了 祝你们订婚快乐 所以想着回来给你送个祝福 别搅的理由 温云桥懒得拆穿他 而是顺着这话给他挖了个坑 口头祝福显得不够诚恳 要不你给我们送份贺礼吧 啊 第二天大清早 当温云桥把蒋成熙带到自家农场的荷花堂时 他才终于反映过来他要的礼物是什么 你要我采莲子 温云桥勤着笑意点了点头 随后给他递过去一件旧生衣 他没有下船 而是抱着一只白鹅站在岸边观望 六月下旬的南城 正应验了那一句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 景色美不胜收 而采莲子的小船穿梭其中 更是添了另一番韵味 更何况 这美色中还有赏心悦目的男色 女工的人是头一回见蒋成熙 这会儿都纷纷好奇地打量着他 与他坐同一条船的张姐实在忍不住 索性跟他搭起了话 你跟温小姐是朋友吗 嗯 我们认识好些年了 那还真是稀奇礼 我们第一次看到温小姐的朋友来出宫的 我只是过来给他取一份礼物 不想女工能再追问下去 蒋成熙接着岔开的话题 荷花堂一直都是云桥在管理吗 不仅荷花堂 几乎整个农场都是他在打理 老冬家这几年身体不好 所以便让温小姐当家了 说话间 小船已经开了一条路来到了荷塘中央 蒋成熙根据张姐教的方法 用带饼的小钩勾下了第一个帘棚 并且成功把它带到了自己怀里 她拨开帘棚 把帘子一颗一颗包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揣在口袋里 就像揣什么不得了的稀罕宝贝似的 张姐见了 取笑她 这是小年轻的浪漫 莲子的采摘工作维持了两个小时 在太阳逐渐猛烈之前 小船陆续靠了岸 而蒋成熙是在靠岸过程中发生意外的 她无意中瞧见一个饱满漂亮的帘棚 高兴之余便直接伸手去摘 一不留神便一头扎进了水里 工人们慌忙将她捞起来 渭云桥抱着白鹅急匆匆钻进人群 见她没有大爱 脸上的焦急才终于平复 改而嫌弃道 蒋成熙 我真是高估了你 虽然被嘲讽了 但蒋成熙并不挠 她从口袋里摸索出一把嫩绿的帘子 你要的订婚贺礼 我拿到了 给你文言 渭云桥心里莫名起了一把火 火苗噗哧噗哧在翻滚 跟我去换干净衣服 蒋成熙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湿透的衣服 觉得的确有些狼狈 便没有拒绝她的建议 从荷花堂到平时小气的木屋 有一小段距离 渭云桥一言不发地抱着白鹅走在前面 显然还在生的闷气 蒋成熙识趣地没去惹她 倒是颇有兴趣地打量起周围的环境来 温家拥有整个南城面积最大的生态农场 但荷花堂这个特色产业 却一直都是空白的 直到前几年 温老爷子以培养下一代为由 逐渐放全 温云桥开始接手农场事务 这才大刀阔斧地开发了这个项目 蒋成熙在国外的那些年 曾经收到过不少 他漂洋过海寄过来的帘子 而随着帘子一同到达的那些隐晦心意 他也都知道 只不过相隔千山万水 再加上琐事缠身 有些事情总是显得不合时宜罢了 如今再见 却不料温云桥反倒要求他 亲手摘下帘子当作礼物 来祝贺他订婚 蒋成熙说不清心里具体什么滋味 一时晃了神 这才不小心栽进了水里 温云桥不知道 蒋成熙的内心活动这么丰富 只是看到了他满脸 真诚地祝他和沈婷兰白头偕老 所以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给他看 两人各怀心事回到了小木屋 温云桥直接就把蒋成熙推进了卫生间 脱吧 见他一脸震惊 温云桥不越皱眉 解释道 你不把衣服脱下来 我怎么帮你晾干 那我要光着身子在这里等 你先脱 我去给你找干净衣服 蒋成熙献了他的鬼话 脱掉了湿漉漉的衣服 然而没想到的是 温云桥收走脏衣服后 递了一条碎花长裙进来 他怀疑自己眼花了 揉了揉眼睛再看 还是碎花长裙 你是不是拿错了 隔着一扇门 他朝外面的人提出疑问 温云桥眉眼弯了弯 没有拿错 我这里没有男人的衣服 只有裙子 要是介意 你可以选择不穿 光着出来 内心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 最后 蒋成熙还是穿着那条碎花长裙 走出了卫生间 温云桥侧头瞥了一眼 脸上的笑意更甚 点评到 挺好看的 就是好像小了一点 但是没办法 只能委屈你将就一下了 看得出来 他是故意的 不过蒋成熙没有计较 而是往下拉了拉裙摆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 镇定一点 正常一点 然而镇定不过三秒 他就看到温云桥晃了晃手机 开口道 我未婚夫过来了 瞬间鸡飞狗跳 宿醉的沈亭兰 是被老爷子的电话吵醒的 这会儿还没有完全清醒 但是一进门 他却敏锐地嗅到了空气中的奸情味道 他紧没弄眼地朝着温云桥半开玩笑道 你金屋藏娇了 温云桥没有否认 只是翻了个白眼 有事说是 没事就滚 闻言 沈亭兰挑了挑眉 压低声音道 还真藏了呀 怎么 你要捉奸 不捉 我是特地过来道谢的 说吧 沈亭兰把带过来的早餐 悉数摊开放在桌面上 我的大小姐 请用膳 温云桥满脑子都是女装大佬的蒋成熙 哪有什么心思吃早餐 刚想打发沈亭兰走 却不料这位祖宗 屁股往下一年 坐在了她的对面 下一秒拿出手机 打开了摄像功能 镜头直直地对准了她 你干嘛 爷爷吩咐我陪你吃早餐 我保留一下证据 省得回去她不相信我 又要开走 后来 啃了三个灌汤包 吃了一碗小米粥 喝完一杯牛奶 温云桥才终于送走沈亭兰这尊大佛 她转身去敲了敲厕所门 提醒蒋成熙 安全警报已经解除 可以放心出来了 蒋成熙叹了脑袋 出来瞄了瞄 看见大门没关 又把脑袋缩回去 你先去把大门锁上 觉得她这小心翼翼的模样 有些搞笑 温云桥早前憋的那股闷气 早已丢到九霄云外 眼珠子滴溜一转 不由自主地又起了坏心哑 她用手抵着厕所门 来了一个门东 哥哥 你觉得我们现在像不像在偷情 说吧 意味深长的目光 还在她漂亮的锁骨上打转 蒋成熙只觉轰的一声 脑子里榨开一朵蘑菇云 全身上下开始泛红 像是被人扔进油锅里的螃蟹 努力定了定心神 她推开坏心眼的姑娘 洋装镇定自落的开口 别闹 可惜这话毫无震慑力 温云桥非但没有收敛 反倒再次凑了过去 正供你不当 非要当小散 哥哥 原来你喜欢刺激的呀 温云桥 干嘛 她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矜持一点 美色当前 矜持不了 温云桥没有说谎 毕竟所有人都知道 她当初对蒋成熙 就是见色起义 蒋成熙以前在南城中学 人气很旺 因为她成绩好 性格好 长相好 家境也好 听说每天的情书 都能塞满抽屉 而温云桥是在高三开学 还不到半个月的时候 才转学过去南城中学的 那天刚好是星期一 学校操场上乌泱泱 站满了人 当国歌响起时 他看到笔直站在台上的 升旗手蒋成熙 明媚的阳光洒下来 映衬着国旗的鲜艳 打在少年的身上 仅是一个背影 也足够让人心动 后来 热情的同桌姑娘 给温云桥 科普了蒋成熙的所有信息 其中包括 她有一个双胞胎弟弟 她越讲越激动 温云桥越听越入迷 丝毫没有注意到 有人站在后面 听了个仔细 等到同桌中场休息 停下来喝水时 一道轻烈的男生 忽而响起 隐约带着几分愉悦 唯有你说得那么好吗 温云桥回头 猝不及防 看见一张清俊的脸 一双桃花眼 擒着温和的笑意 不显轻挑 导显得温柔如水 饭花吃 饭到正主面前 同桌觉得射死 无脸哀嚎 趴在桌上开始装死 相比于同桌的羞涩 温云桥反而一点也没觉得尴尬 他盯着蒋成熙看了半赏 十分认真地回答了他刚才的问题 你是挺好的 说吧 朝他笑了笑 眼睛弯成了月牙 突如其来被夸 还是被一个不熟悉的陌生转学生夸 这下轮到蒋成熙乱了阵脚 一时之间 竟不知道如何接话 于是他索性沉默 拿出一份数学卷子 让自己冷静一下 可偏偏温云桥是个不依不饶的主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感兴趣的人 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他转过身 趴在他的桌子上 眼睛盯着那些高深莫测的数学题 笑得哥哥想 你是喜欢数学 还是不喜欢和我说话 作为一个人人称道的三好学生 你就是这样对待新同学的吗 文言 蒋成熙握笔的手一顿 脸上墨地起了红韵 他是冷白皮 只要脸上的温度稍微往上升几度 那一抹红韵就会格外明显 台眼对上文言桥人畜无害的笑 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喜欢数学 但也没有讨厌 和你说话 文言桥得寸进尺 那你跟我聊聊天 蒋成熙招架不住 只好放下笔 你想聊什么 他指着卷子上一道立体几何题 聊聊这道题怎么解 此话一出 原本绷紧神经的蒋成熙 疏忽放松下来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一道辅助线已经画好了 他错眉 不是这样做辅助线的 你错了 温云桥眨了眨眼睛 我就是故意画错的 因为这样 你才有机会跟我讲题啊 果然 他就不能指望 从他嘴里说出什么正经话 这装傻充愣的招数 温云桥屡试不爽 蒋成熙压根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只能节节败退 不过他也没有办法拒绝 因为温云桥从未开口说过喜欢 他只是有意无意的撩拨 却又恰到好处的踩住刹车 而在这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他也慢慢习惯了他的这个脾性 只有偶尔被惹急了 才会板着脸给他回一句 谨言慎行 然而这话通常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因为温云桥只会趴在他的桌子上 笑嘻嘻地反驳 蒋成熙 你气急败坏的样子有点可爱 接下来便是他又红了脸 那时的蒋成熙还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向来理智的自己 总是会在温云桥面前 四乱阵脚 为什么有的女孩 会比数学竞赛还要难上几分 直到入冬后的某一天懒自修 学校突然停了店 平日里被卷子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同学们 纷纷放下笔 打算借着扶生半日清闲缓一口气 思雨声从四周响起 班主任老陈怕这群崽子们 憋得久了 影响心理健康 索性睁之眼闭之眼任由他们封一回 就像是出门的猛兽 讨论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 还有人不知道从哪个班戒到了蜡烛 借着微弱的烛光凑成一堆说笑 在那曹操淒淒的人生中 蒋成熙却忽然被人散了一只耳机过来 而耳机里放的是一首英文老歌 柔和的音乐缓缓流淌 向春风抚平了心里的所有浮躁 抬眼 看到了温云桥亮晶晶的眼睛 不等他问出疑惑 他便笑着开了口 陪我听听歌 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说吧 温云桥利索地把他桌面的卷子 收好放到了一旁 瞪着眼睛不让他再去动一下笔 蒋成熙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唇角勤着笑 你怕我压力过大 距离数学竞赛的时间越来越近 那阵子蒋成熙 几乎每天都要在家复习到凌晨两三点 白天回了学校 眼睛总是睁不开 而他这个半睡不醒的状态 温云桥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听到他的询问 他也没有否认 嗯 怕你想太多 脑袋会爆炸 蒋成熙被他逗笑 不会的 那你好好加油 等你拿到了一等奖 我给你在学校拉横幅庆祝 他的目光是虔诚且坚定的 似乎笃定他一定可以捧到奖杯回来 蒋成熙觉得心里吃辣一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破了土 年少的心动就是这样 来得猝不及防 却又有迹可循 瞧着他又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温云桥坏笑 你要是这么感动 以身相许也是可以的 蒋成熙难得没有反驳他 沉默了半上 他突然问道 温云桥你想出国吗 温云桥读懂了他那句隐晦的回应 只可惜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后来蒋成熙真的拿到了一等奖 他也真的挂了横幅给他庆祝 但是他们却没有在一起 不知道是被温云桥吓到了 还是因为在实验室忙工作 在农场一别后 蒋成熙有大半个月没有再出现过 甚至连一条短信都没有给他发 为此 温云桥憋了一肚子嫩气 气到大姨妈也提前到访了 沈婷兰过来找他参加宴会时 他正抱着热水袋 气若油丝地躺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 哟 这是哪位不长眼的 惹我们大小姐生气了 温云桥连白眼都懒得翻了 有气无力地拍掉沈婷兰放在他额头上的狗爪子 有事说是 没事你别烦我 今晚有个宴会 需要你一起出席 沈婷兰说到一半 转身去倒了一杯热水 看他喝了几口 表情好些了 才继续开口 但现在看你这个情况 好像非常勉强 温云桥知道 如果不是非必要情况 沈婷兰一般是不会来烦他的 所以晚上的宴会应该比较重要 他睁开眼睛 算了 你给我准备晚上的战袍吧 我还撑得住 真要去 当然去 做人要有契约精神 想起两人之间的约定 沈婷兰耸了耸肩 朝温云桥竖起大拇指 女战神 毅力可嘉 晚宴时 沈婷兰和温云桥一起出现 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毕竟沈家太子爷的名号 在南城还是很响的 而近来 沈家准备在城南 开发一个旅游度假村 也正因如此 所以沈老爷子 今晚才让他们两个 过来结交一些新朋友 温云桥跟着沈婷兰转了一圈 后面因为肚子实在胀得难受 所以去了一趟卫生间 谁知道 就是这一眨眼的功夫 沈婷兰那个没意气的家伙 居然溜了 抱歉 我有点急事先走了 你待会让司机过来接你 看着这条信息 温云桥坐在马桶上 把沈婷兰骂了八百遍 气顺了一点后 翻到通讯录 想了想 然后拨通了蒋成熙的电话 银声响了很久 直到温云桥的耐心 快要被磨灭时 那头才终于被接通 怕他误会 蒋成熙先解释了一通 刚才我在实验室 手机静音了 听到他的声音 温云桥瞬间没了脾气 你能能过来接我 蒋成熙花了二十分钟 赶到酒店 温云桥已经从宴会厅下来了 彼时正窝在酒店大堂的 沙发上打盹 浓密的睫毛 颤颤巍巍 在眼瞼下方落下阴影 扮着软绵绵的呼吸 像挤了一只安静的小兔子 应该是累坏了 蒋成熙没舍得叫醒他 而是直接把人抱回了车上 本来他打算送他回温家老宅的 后来想了想 便改变了主意 去了温家农场 夏崇出来乘凉 此起彼伏的叫唤 农场不同于外面世界的繁杂 它更像是一个构筑起来的桃花园 听着崇临振振 蒋成熙忽然就想起了 他和温云桥分别的那一年 那时蒋家出事 他们举家搬到了荣城 父亲躺在病榻 而母亲和弟弟则坚持 让他按照原来的计划出国 临行前 他曾给温云桥打过一次电话 我没有时间 抱歉 因为没有时间谈恋爱 也没有时间跟你相同的回应了 所以很抱歉 温云桥听懂了他的言下之意 隔着电波 他的声音传过去 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时间 在车上睡得不踏实 温云桥哼吃了两声 悠悠转醒 不料却看到蒋成熙坐在驾驶座 一脸呆滞的模样 你在想什么 蒋成熙回神 一双清润如洗的桃花眼望着他 目光沉沉 在想一些遗憾 温云桥露出疑惑表情 什么遗憾 这些年没能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很遗憾 对蒋成熙这么一聊播 温云桥在床上翻来覆去 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上 便光荣地多了两个熊猫眼 当蒋成熙拎着早餐来看他时 他还在对着镜子哀嚎 吃饱再好吧 不然没有力气 突然发现屋子里有第二个人存在 于是温云桥 好到一半就冲进了房间 半分钟后摸出一副墨镜戴上 这才重新回到客厅 对着那人问道 你怎么一大早就在我家 蒋成熙笑了笑 没回答 灌汤包 小米粥 牛奶和红糖水 依次在桌子上摊开摆放好 他微微挑了下眉 示意他坐下 你是不是转性了 上次我要糟蹋你 你还抵死不从 今天怎么突然这么闲 回来送早餐了 被他这么一说 蒋成熙条件反射性一般红了脸 他微微蹙着眉 耐心劝戒道 女孩子说话斯文一点 你不就喜欢我这样的吗 温云桥笑嘻嘻地回答 夹起一个包子看了看 又道 哦 我想起来了 这个包子 沈亭兰给我买过 哥哥 我想不到你也有吃醋的一天 还上赶着来当小三 文言 蒋成熙的脸色彻底黑了 语气低沉地说 我昨晚碰到沈亭兰了 一句话堵住了 温云桥的吸睛大爆发 他瞬间正经起来 哦 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行为举止亲密 我本来打算折回来找你 一起去捉奸的 但后来想了想 你应该不感兴趣 这下轮到温云桥 无言以对 蒋成熙说的是实话 他昨晚送完温云桥 回来农场之后 在回家路上 的确无意中 看到了沈亭兰和一个女人 拉拉扯扯 差点没忍住下车去揍他了 但在多管闲事之前 他忽然联想起 这几次接触下来 温云桥和沈亭兰 对对方的态度 好像有点不对劲 而且看着沈亭兰 对那姑娘低声下气 认错的模样 貌似也不像渣男 心里存了一肚子的疑问 于是今天一大早 他就跑过来 找温云桥问答案了 这会儿瞧着温云桥的反应 蒋成熙伸手摘掉他的墨镜 与他的熊猫眼对视 说吧 你和沈亭兰 到底是什么关系 未婚夫妻被钉着头皮发麻 温云桥又补充一句 假的未婚夫妻 当初温爷爷病情恶化 而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看到温云桥找到良人 彼时刚好农场打算 与沈家合作 沈亭兰作为负责方来 温家拜访了好几回 于是就那么被温爷爷看上了 温云桥提出假恋爱的建议 同样饱受逼婚痛苦的沈亭兰 当即同意 至于订婚 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为两家的爷爷 都不满足他俩恋爱的现状 整天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地劝说二人结婚 被闹得烦了 温云桥便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用订婚来让长辈们放心 他和沈亭兰合作得很愉快 因此 平日里 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他也乐意打掩护 上次在酒店碰到蒋成熙 就是因为沈亭兰情场失忆 借酒消愁 恰好被好事者看到 转头告诉了沈爷爷 没多久 沈爷爷就打电话 给温云桥询问内情 他帮忙解释了两句 顺便好人做 到底过去安置了酒鬼 而调侃捉弄蒋成熙 则纯属一时兴起 温云桥的坦白从宽 让蒋成熙的心情好了不少 甚至最近总是有事没事就往农场跑 而彼时 看着一反常态蹲在番茄地的蒋成熙 温云桥叼了根狗尾八草根在后面 思索再三 他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该不会是想换工作了吧 不喜欢搞科研 打算改行数番茄 当初对科研那么热爱 甚至义无反顾到国外求学 回国后 更是一头扎进了南城的化学物理研究所 如果蒋成熙现在敢说不喜欢了 那么温云桥一定会打爆他的狗头 蒋成熙摘了一颗番茄 直接用衣服擦了擦 便咬了一口 回头 朝他笑得温和 像初冬的太阳 暖衣洋洋 密密麻麻往人心里钻 我在弥补遗憾 温云桥想起他前不久说过的遗憾一事 这会儿看着眼前人 他破天荒红了脸 提起就是 蒋成熙有点唏嘘 我以前想不明白 向来淡定理智的自己 为什么总是在你面前方寸大乱 很久之后 我才终于知道 原来喜欢这件事 要比数学难 也比科研难 因为他们有答案 而心动则是无解的 蒋成熙不知道 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温云桥的 只是觉得他和其他女生相比 很不一样 有趣 坦荡 胆子大 还细腻 蒋成熙当时还想过 高考后要认认真真跟他表一次白的 不过事事难料 高考完没多久 成熙的新百货大厦出了事 紧接着 作为政府官员的父亲 就被人推出去 做了替罪羔羊 再后来 父亲缠绵病榻 母亲整天一味洗面 而唯一的弟弟 主动要求留在国内照顾双亲 只想让他安心地去求学 蒋成熙是真的没有时间和心思 再去想儿女情场 同时也担心 温云桥跟他一起走的话 他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甚至会伤了他的心 他觉得那样对他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一切都没有开始的时候 他果断地喊了停 两人回到了朋友的位置 在国外那些年 他和温云桥鲜少联系 不过他倒是没有生气的迹象 偶尔还会寄些东西过来 那莲子就是其中 飘扬过海的物品之一 而温云桥要订婚的消息 是国内的同学提醒的 蒋成熙想了好久 后来偷偷回过南城一次 看着他挽着沈亭兰的手 笑得灿烂 一时之间心里五味杂陈 听完来龙去脉 温云桥轻叹了一口气 我没有怪你 因为我当时也选择了放弃 蒋家当时的事情 温云桥有所了解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足够了解蒋成熙 他猜得到他后面 肯定要找他摊牌 也猜得到他不想连累他 但其实不太平的 不只是蒋家 还有温家 温云桥的父母 在他很小的时候 飞机失事去世了 从小是二叔和爷爷照顾他的 那会儿二叔因为犯了事 被判了刑 爷爷气急攻心 一下子病倒了 所以就像蒋成熙 没有办法给出承诺一样 他同样没有办法 不对温家负责 至于开发荷花糖的项目 因为那是他妈妈最喜欢的花 祭点帘子给蒋成熙 是为了给一国他乡的他 送去一些慰藉 他只希望 他们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 也能闪闪发光 彼此说开之后 俩人开启了心照不宣的暧昧模式 蒋成熙从自家弟弟那里 得到了一本约会攻略 平时就按照上面的叫法 吃饭送花看电影轮着来 虽然方式很老土 但温云桥并没有嫌弃 相反他乐在其中 甚至一抓到机会 就语言调戏他 每每看到他面红耳赤的样子 就想笑 我就是随便一说 你怎么还没有对这些话免疫 我是对你 没法免疫 温云桥脸上热了热 然而不自知 最为致命好吧 他这功力可比他厉害多了 后来 蒋成熙过来农场 找温云桥的次数多了 难免就滋生了一些闲话 而这些话传着传着 最后传到了温老爷子的耳朵里 温云桥回家吃饭的时候 老爷子旁敲侧击了好几回 停完有些日子 没跟你一起 回来吃饭了吧 他在忙呢 度假村的事情都已经落实了 他还在瞎忙什么 温云桥扒了两口饭 心里想着 那家伙在忙着追媳妇呢 但这话他没敢说 毕竟他和沈亭兰的那点破事 一时半会说不清 必须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才能摊牌 否则的话 两位爷爷要是气出病来 那就是他们的罪过了 见他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老爷子继续敲打 我听工人说 最近你交了一个新朋友 好像还挺投气的脸 这是敲打到蒋成熙身上了 他是我的老同学 对农场事物比较感兴趣 所以平时有空就会过来观摩 老爷子没再问话 但心里大带有了个底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见状 温云桥赶紧给蒋成熙 说了两句好话 他在研究所上班的 是个优秀青年 而且他的象棋下得不错 要不我下次带他回家 陪您玩两局 行吧 虽然答应了要见见那位新朋友 但老爷子最后是在农场 见到蒋成熙的 他没等温云桥把人带回家 而是搞了一个突然袭击 那时已经过了秋分节气 女工们在荷花堂忙着采摘帘子 因为是最后一批秋连 温云桥很重视 所以全程跟进 晚饭也忘了吃 得知这个情况 蒋成熙从实验室出来后 烧了夜宵到农场靠牢大小姐 然而非常不巧 他前脚刚把夜宵摆上桌 后脚温老爷子 就跟着出现在了小木屋 把俩人抓了个正着 见到温云桥的那位新朋友 是蒋成熙 老爷子有点吃惊 是你 爷爷 你认识他 威云桥的惊讶 不比老爷子小 满脸茫然地看向俩人 显然在状况外 认得 蒋家的小子 老爷子之所以认得蒋成熙 是因为早些年 为了农场的一些事情 他经人引荐 拜访过蒋成熙的父亲 碰巧见到了 他身边的一对儿子 在老百姓眼里 只有为老百姓着想的官 才是父母官 而蒋成熙的父亲 算是一个 后来蒋家出事 老爷子还唏嘘不已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竟然在这里见到了蒋成熙 而且他还成了自家孙女的亲密好友 虽然温云桥解释 他和蒋成熙只是普通朋友 但老爷子看得出来 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 哼 爷爷是老了 可眼睛还没瞎 闻眼 温云桥立刻进了省 沈亭兰收到温云桥的求救信息 无奈之下 带着自家爷爷赶过来摊牌 三个小辈把前因后果解释得明明白白 两位老人家坐在一旁认真听 听到最后 温爷爷还算淡定 当时沈爷爷拎着棍子 就要揍沈亭兰 你个臭小子 你还我孙媳妇 爷爷 别 别打脸 你有孙媳妇 真的 我在追了 快追到了 温云桥和蒋成熙默默对视一眼 又是一顿鸡飞狗跳 番外 关于表白12月22日 是南城中学百年孝庆的日子 很多在本地的同学都回来参加了 温云桥没有和蒋成熙一起过去 因为孝庆的前几天 他回了一趟荣城 看望蒋爸爸和蒋妈妈 直到孝庆前夕才回到南城 温云桥不想他太过奔波 便没有让他过来接他 温云桥去得比较晚 学校里已经来了不少人 他刚找到位置坐下 蒋成熙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你到了吗 嗯 他知道校方邀请了蒋成熙 作为优秀校友上台发言 所以他还特地带了话 年纪小的学弟学妹 曾听过蒋成熙的传说 但没有见过真人 所以知道他要来的时候 都有些好奇 纷纷养着脑袋 想要看看神话的庐山真面目 蒋成熙没有让他们失望 因为在他上台时 温云桥清晰地听到 周围响起一片惊呼声 全都是在夸他好看 温云桥皱了皱眉 肤浅 他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 像木春时节的风 又像初冬放晴时的太阳 温柔且有力量 连连连连地钻进耳朵里 温云桥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幕 那时他站在国旗下 直挺的腰杆 干净的脸庞 眼里闪耀着灼灼的光 也是这般让人心动的模样 回了神 发现已经到了提问环节 有个女孩子弱弱地站起来 学长 我想问一个跟学习无关的问题 可以吗 话音刚落 启鸿声四起 蒋成熙保持微笑 可以 我听说以前有很多女学生 给你送过情书 那你当时有早练过 蒋成熙停顿了一下 像是在思考 片刻之后重新开口 我没有早练 不过我很幸运 因为我17岁时喜欢的那个女孩 现在还在我身边 说到这里 她用目光准备无误地捕捉到了 温云桥的身影 四目相对 满是悸动 下一秒 温云桥听到她温柔的嗓音响起 温云桥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年少时的喜欢 未必能长久 浓烈的欢喜 也可能会消散 你往前走 我也没有站在原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会很刻薄 相爱的人兜兜转转 终究还是会回到彼此的身旁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